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和Rose连线 Rose呢是我2021年开始 DIY学签的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 他算是我所有认识的大陵留学路上 认识的最为钦佩的一个人 同时呢他在国内之前 从事的行业也比较热门 包括他在国内也从事了很多自愿者的工作 那Rose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呢之前是在北京 在时尚杂志工作做编辑 然后从编辑做到总监 然后呢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国内的这个时尚行业 尤其是纸媒它其实就没落了 也就是我们这一拨人到了这个中年的这个 大家普遍面临着就是瓶颈期 不知道以后做什么 然后曾经的大家都是有光环 但是但是到了这个40岁左右的年纪吧 大家发现社会上没有我的位置了 就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整个就没落了 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之前的同事 有的就是去开那个 比如小孩的这个东令营夏令营啊 叫小孩画画 反正总之大家从事的是跟我们 原来这行业就是完全不相关 也没有用到我们的优势 我们自身的很多优势 包括那些年就是积累的一些经验呀 打下一些基础 我们发现就我们之后就断档了 我没有地方能用到我的这些知识和经验 然后社会上我感觉大家可能很多 很多我以前的同事都开始待业在家 然后带孩子 有没有你之前的同事啊 或者什么现在还活跃在这个食尚圈呢 很少 我觉得活跃的就是我以前的领导 还是集团的可能副总裁 还是 但是我们这一波 就是曾经大家比较扎实的这个 干了这些年的人 往往就都面临着就是 不知道干什么 但是我给其中的一本杂志 做过几年的这个特约的统筹 我来改这些编辑们的稿子 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聊过说那个 有一位姓苏的那个以前是你们的同事 他后来也离开这个集团了 有些人是创业了 但是更多的人就是 我们发现我们曾经积累的这些经验 我们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这些经验 没有地方可用了 那没有人去转行做自媒体吗 怎么说呢 就是我跟几个原来的同事 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就是 博主 就是曾经很早以前 在十多年前吧 当时中国那个TOM网站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个时候就我们几个人 是第一波 当时一些就是品牌 化妆品的品牌 或者服装品牌 他们想到就可以找一些服装编辑 就是开博客 然后呢 平时就是说记录自己的一些 跟工作也好 跟生活相关的一些事情去写 写博文 然后有时候会带一下他们的产品 然后这就是最早的一种 你里面会植物一些产品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也没有做得很明显 然后我们就开始写 也有一些粉丝会关注 但当时其实我们还是更多的 就躲在幕后 没有谁去发现我们是具体是谁 然后没有像现在的博主那样 那个时候很早还没有其他的这个编辑们也好 也没有出现就个人博主 那那个是最早的几个人 但后来这个网站他就关了 反正那些年我们是常年就是飞来飞去去国外出差 但是没太去想着去营销自己 然后打造个人品牌 更多的时候还是说大家很忙于去就是去为这个杂志去做一些东西 你看现在的这个人家那种个人博主 其实很多经理放在就是打造自己的这个大IP 然后对所以他离开杂志以后 或者离开其他的形式的媒体以后 他其实可能个人的这个东西还是存在的 然后还有一定的这个fans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可能比较 那个年代吧70后比较老实八交的 我觉得就我们当时的那些编辑们 到现在就是仍然活跃的人比较少 OK 你后来从杂志社出来之后 那里后面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呢 我有几年就是帮其中的一本杂志在做统筹 就是纯幕后工作 其实我是在十多年前开始 我就开始捡狗救狗 正好呢就我这个行业 就自己所处的行业没落了 然后我我其实给了我一些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帖子 比如说有些狗他很多人发出个发出个帖子来 嗯我觉得我有时间我就去救 这么多年你大概救了多少只狗 你有统计过吗 我我没太统计过 因为我自己就个人从头到尾救助到找领养 大概就是猫狗的数量可能得有六十多只 然后也有也有几十只是我跟另外一个大姐 所以我们加起来应该不到一百只 OK 那你们这种是存自愿的 然后也自费的去做进行这些救助的动作 对也没有资金也好 政策也好 各种管理规定也好 就从各个层面都是非常不支持 就是这个跟加拿大是很不一样 国内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去做这种 比如说募集一些这种资金去支持你们这种自愿活动 很难 所以像我们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在用自己很多年前这个积蓄 自己的积累 从头到尾全全都是我自己去出力 出钱出精力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类似于像网站啊 或者说有什么借助什么平台去 比如说你把狗或者猫救助回来之后 你去要找领养 你是有借助什么平台呢 还是说只是通过自己的私人的朋友圈 然后去找领养 早些年就是北京有一些就是找领养 发布领养信息的平台 我们当时也是在上面去报名 然后也去参加线下的活动 但是那些平台呢就有一个问题 他们只是提供一个 就像公关公司做一个项目一样 他就是提供一个场地也好 提供一个网上的渠道也好 但是他并不可能去提供更多的帮助 就是从头到尾所有的救助是我们在做 但是很多人呢他会误解 会以为这个猫狗是平台救的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客服人员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去审核领养人的时候 很多领养人他会非常不客气 说话是非常不尊重的 因为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客服 我可以去跟平台说你要把这个猫这个狗给我 就我们经常遇到就大家互相看不见脸 就基本上你得到的是一种最丑恶的一面吧 就可能人性方面 这个人可能平时是跟同事很有素质说话 但是他跟我们说话就非常的 非常的没有素质 就是但是实际上在我接触到的 在中国做动物救助的人 很多救助的人非常伟大 我实际上了解他们的背景 有很多尤其是女性 男性比较少在中国做救助 当然在世界范围之内 男女比例都是差异很大 女性更多的去从事动物救助这个 但很多女性我了解 她们曾经其实都是 比如公司的一些高管 或者是一些能力非常强的一些女性 本身各方面经济啊 就是自我的 就是自身的能力啊 头脑啊 就是这个智商情商都是一流的 我觉得可能上帝跟美人的使命不一样 有的人他的同情心 同理心要更强 很多中国的救助人 其实在各方面都很了不起 也是借你这个机会吧 借BARS的机会 我是想呼吁一下 就是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待某个群体 我就觉得在加拿大的感受 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 你是什么行业 你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 大家不会说表面上戴着有色眼镜 去看待哪个人去批判性的 给一个人贴标签 或者是给他下一个结论 我觉得这是差异比较大的感受 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来加拿大呢 其实契机应该是在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中国有很多救助人 他们会把狗送往海外 那个时候主要送往美国 其实这个事情在世界范围之内 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可能是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那几年才开始 很多救助人就了解到 我可以把我救助的动物 去送往海外找领养家庭 这是一个好事 那时候我也报名了 我是想把我救助的狗送往美国 但是一下子就感受了那个疫情来了 偏巧是那个时候 我看到一张照片 他那个照片是在加拿大 在一个雪后 就是那个小屋里面 小木屋里面 就是一个人 他带着他的可能两只大狗吧 在那儿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我一查 当时我看到加拿大 然后我就想 为什么很多人把狗送往美国 为什么没有人考虑加拿大呢 我觉得这种生活太好了 我也想有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我的人生是不是可以不用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国的人生 我感觉就是 下一步觉得很困难 因为我手里这些狗 我每个月都要花很多钱去寄养 然后有一些狗在我自己家里面 我感觉我的生活也是 越来越好像脱离正常的轨道 然后我的积蓄也是一直都 只出不进吧 所以当时我觉得好像 我好像受到一个什么启发 或者是上帝在某个时候可能给你一个暗示吧 我刚好看了一张照片 我就多想了一下 我当时就想 这个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 因为我做史方编辑的时候 我有个同事在 大概20年前就移民加拿大了 他当时移民温哥华 我当时还很感兴趣 我问他 我说你去哪儿 我说你是什么方式 他说 我这个同事也是一个社会名人 在当年也是一个明星的一个经纪人 同事也是我的同事 对他说我已经等了好几年了 我这个事情申请了三年 在国内等了三年 我拿到身份 我先去登陆 然后我当年查到的 他这么做大概需要600万人民币 我刚毕业 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 我不可能实现 所以我也只是羡慕了一下 然后所以在疫情刚来的时候 我从网上了解到 我就查到一篇文章 我记得是2019年 他说就是 温尼伯是我们又爱又恨的城市 他里面就讲 他们是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这个夫妻 然后他们就是在温尼伯到这边 他们说花了30多万来了 但是发现找不到工作 他们当时他们在这个地方拿到身份了 他们就去别的城市了 我当时其实我很动心 我觉得30多万 可能想想办法 还是可以够得着 跟600万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我当时很动心 我想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可以努努力 因为为了我自己往后的人生 还有为了我的猫狗的未来 我觉得我不想困在原地 我觉得困在原地 是我和我的动物都没有未来 那我应该积极想办法 我感觉我一直还是比较积极向上 想寻找一些 不破口 对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我看不到未来 而且我当时经常做救助 都需要面临到去宠物医院 不管是打疫苗 还是带猫狗看病 所以我当时经常碰到的是一个 我以前的邻居 这位女士其实也挺伟大的 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她就是靠着自己做服装生意 就是在北京置业 买了可能至少两套房 但是她后来救助了很多很多动物 所以她后来不得不卖房搬离北京 但是我们经常在宠物医院碰到 后面她的状态 因为她的猫狗的数量越来越多 她的状态就越来越不好 就后面就抑郁 抑郁得很严重 然后在19年的时候 她就选择结束她自己的生命了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当时想 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经常聊天 但是我是眼见着她的状态 一天一天的就是恶化 最后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看住她 所以她身后其实留下了几十只的猫狗 都是老年的 那你想想 就是这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如果我 我这个时候我不想办法 那她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 我以后肯定会走向她一条路 就是我可能 没办法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 这样对我的 我救下来的动物来讲 那也不叫真正的获得了救助 对吧 所以在19年的时候我看到这篇文章 我当时觉得好像是给我点了一盏灯 然后我想这是不是 是不是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呢 因为我以前 以前的那些同事们 他们有的也知道我 后面就开始做跟动物相关的工作 他们也 有的人也会不理解 会觉得你以前是个很厉害的人 为什么你现在选择自甘堕落呢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堕落了 你应该选择更高大上的一个未来的职业 你这个事情跟出门去 这个每天去翻什么垃圾桶 这感觉就是这个形象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常年都穿一个牛仔服 你如果我走的大街上 你哪会想到我以前是在巴黎十方洲上面呢 你会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吗 我在19年 我觉得多方的因素 促使我就想要找一个 未来我的人生要怎么过 我会朝哪个方向走 我不想困住自己 我也不想像很多人 觉得四十多岁就可以退休了 就可以躺平了 我觉得我未有的动物 我不可能躺平 因为我觉得中国有太多台的动物 需要救助 但我的个人的能力太小了 而且我 我的经济的情况 就是一直在只出不进的情况 我觉得我的能力已经在缩小了 所以我当时搜了一篇文章以后 我觉得还挺受鼓舞的 然后我又想 他们都说在温尼伯这个地方 最后他们还是离开的这个地方 他们觉得原因是 因为找不到工作 投入了三十多万 没有办法得到回报 我也很担心 万一我真的想办法 就是达到了这个资金的水平 那我如果找不到工作以后 那我在这怎么生活得下去呢 我也很纠结 但是当时因为我在疫情期间 也救了一些狗 主要是救的狗比较多 所以这个事情就暂时放下了 后来就是 我还是救了 那个时候又救了一只狗 但是我照顾了 每天照顾它五十多天 在第五十三天的时候 它在我怀里去世了 它是我们是从 大家都叫北京的一个狗监狱里面 救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促使我去思考 我对当时的这个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 对这个动物的这种 所谓的监管那些 各方面的政策 我就非常不人道 所以我觉得我 我可能必须得要走出去了 因为我觉得再这么待下去 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是一个正常人 但实际上应该 开始抑郁了 我之前是没有 没有时间去看什么小红书 什么抖音 我都不看 他们老是提到这个小红书 我想那我也去看看吧 我看看或者是看小红书 没有什么机会 结果我当时很奇怪的是 我打开小红书 给我推的都是加拿大 全是什么移民加拿大 然后从一知半解到后面 就加到你这个群 因为我当时印象是 有一天也是给我推送了 就Boris的这个小红书 就是你DIY的这个经历 我是把每篇视频都 每个视频都看了 都仔细看了 然后我还是挺想努力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还是很迷茫 我觉得可能我各方面条件 年龄呢 我都70后对吧 然后没有固定的流水 没有这个工资收入 要说我花钱 我能列出一大堆单子来 就是说每年花了多少多少钱 但是这个人家会觉得 你把钱都花完了 你还有钱过来 对吧 生活吗 做这个签证 一定要提供自己的工作证明 然后稳定的流水 很好的一个存款的情况 这些我都没有 都不具备 所以那最后你是 什么时候登陆加拿大的 最终是2023年的11月份 那你现在在哪里呢 温尼泊 所以最后还是去了温尼泊 你的留学签证办理的顺利吗 我是2000过的 第二次提交的时候 大概等了多久 我第二次提交 其实整个的这个内容没有变化 我觉得就是重新梳理了一下 就更便于观看 因为我是DIY的 所以我当时觉得 1000已经充分的写明了我的理由 上学的理由 但是我觉得 当时呈现出来的效果 对于签证官来讲 他们据说都是扫读 他可能扫读的时候 他未必能去仔细看到 然后后面我还专门看了一本书 讲怎么去让别人 更能从扫读的时候 能扫到你的信息 2000比较顺利 就递了以后 就隔了可能五个公分日吧 显示reveal以后就下签了 那还是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周则 还是比较顺利对吧 但是耗时比较长 周期比较长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 你跟我联系的时候 是20 应该是2021年年底 就是因为我 我那个视频 我第一个视频发布 是在2021年的11月份 就是我的签证刚 刚拿到的时候 我就做了那个DIY的 那个视频分享 之后你联系到我 应该是从那个2021年 对 所以到2023年 差不多你花了整整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去准备这个事情 那你中间有动摇过吗 就想要不算了 也不叫动摇 我中间 因为我手里边狗比较多 而且我有的狗 我救下来的是不亲人的 所以我当时是 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在训练我这些狗 我为了让他们适应家庭 达到这个能进入家庭的 一个标准 所以我有几个月 其实我在这个 申请留学的这个事上 没有进展 我记得当时就是 你那时候不记得 分享你的经验是 多爱like 然后一步一步走 我当时有 我记得当时有半年吧 我觉得我最终也是 要走这条路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如果我出发了以后 我这些不亲人的狗怎么办 在训练我这些狗 后面我应该 我记得是 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 应该是去报名 但是我一直到 7月份的时候 我才开始上I like 也就是中间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在这个事上有进展 所以你7月份开始上 大概上了多久 然后从那里毕业 然后三个月 三个月就毕业了 对 那你的那个 英文的那个能力 还是挺厉害的 因为我都 我记得我当时 好像读了五个月吧 本来是原先计划是六个月 后来五个月提前毕业了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 当时我遇到两个 I like 老师 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他们觉得 既然你要走这条路 还是应该缩短时间 尽快的达到你的这个目标 现在入境差不多有五个月 那你觉得你现在上学啊 然后在温宁博那边的生活啊 你觉得有心理落差吗 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吗 我在我开始了解加拿大移民的时候 我看到的物价水平 我认为还是可以接受 跟北京差不多 等我入境以后 我去超市就把我吓着了 我觉得这个疫情这几年 感觉什么东西都涨 涨价百分之多少 我看这边的物价就跟我之前 就看到的那个时候高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不太适应 加拿大的物价水平 还没来的人要做好思想准备 一直半会不会 可能不会降 可能还会涨 那你学习方面呢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就是咱们读过I like的人 可能对他这个 加拿大college的大学课堂 适应度还挺高的 因为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像我们这个学校 印度人非常多嘛 我们班 只有三个人不是印度人 一开始的时候 我比较紧张 发言啊什么的 再加上本身也不太 对英语也不太自信 因为我觉得英语没有到这种 很熟练运用的程度 我感觉每个单词我都认识 可是我说起来就像是 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在说 我的第一个老师就 我很感激他 就是他了解到我这个情况 然后他就是给我很多机会 很耐心的就是鼓励 所以到现在我上课的时候 我能跟印度同学一样的语速 去表达 那你的生活怎么样 你现在在那边 你觉得问题不过很冷吗 是苦寒之地吗 今年是暖冬 今年就我们从来到现在 没怎么冷 而且天气预报 如果预报零下大概十几度 我出门以后 我觉得体感还行 没有比北京冷很多 我觉得还挺适应的 并没有因为天气原因 让我觉得有心理落差 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好 就是这个天气 那里的那些狗呢 他们喜欢的你 大部分是在国内寄养 我每天要通过视频去看他们 看他们的情况 然后跟就是小院的这个 负责人啊 包括工人师傅 要经常去跟他们沟通 所以那你在国内的这些 救助的这些动物寄养给别人 你还是在持续地去付出经济 然后去支撑他们 对对对 我就是要给他们付寄养费 还有狗粮 各种包粮 各种用品 都要自己去承担 那有没有人帮助你们目前 我们现在手里面这些 其中有三只狗 是另外两个朋友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承担 他们的这个寄养费 狗粮的费用 然后其余的狗就是全是我自己 还有猫 还有十几只猫 出来之前碰巧还救了一些猫 然后这所有的费用 都是我自己去承担 那如果我们这个视频发布之后 如果说有网友在北京的 或者周边的他们如果想领养你的猫狗 他们可以联系你吗 可以联系 所以你现在来的这五个月 主要就是在学习 也暂时还没有出去找兼职工作 因为我是在开学前一段时间就来了 然后一月份开学 到现在为止就一直在上学 因为我觉得我开始 还是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 那你队友呢 就在找工作 目前还是在找工作的状态 对 我反正很多人可能知道来这的话 你肯定应该是从一些体力劳动 重复性劳动这样的工种开始做起 也没有什么可以挑的余地 因为在这边就是一个洗车工的工作 也有很多很多人在争取 就是能面试上那就很厉害了 就很了不起了 先第一步先朝着这种体力劳动者 再去努力 对的 刚来刚开始的第一份工作 你应该知道我刚来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Tim Hortons 挺好了 在那之前我还在那个 一个华人的餐馆来后厨干过一天 干了一天我就放弃 我真的受不了那个 其实那个劳动强度真的太大了 在这边后厨的工作就更难找了 就洗车工比后厨稍微好找一点 OK 那他对这边的整个社会环境 然后就是适应的怎么样 就我们来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我的适应在一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很好 因为我之前说了跟我的想象生活上面有一点差距 但是环境方面我们没有觉得没有差距 尽管我们就是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像大家说的很不好 因为我虽然说基建就是路面什么的确实不是特别的好 总体来讲还是还觉得不错 就还挺希望能在这留下来 在这长期生活 那你对自己未来的那个计划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都是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 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计划的那么的 因为我们来到这说 就是这个政策是别人定的 我们只能把努力把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方面做到最好 其他方面就只是希望政策能对大家友好一些 那你在加拿大刚才讲到你可能考虑以后会长期在这里定居 然后那等到你settle down以后 那你还打算继续去从事动物救助的工作呢 我觉得就是我来这主要动力就是因为茫茫狗这些动物 所以呢就这个我认为是我的一个终身的使命 就不管我从事具体什么工作 但是我肯定会一直在做这件事 我发自内心的就是为你点赞 就是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在那个社会环境当中啊 当你之前聊天有讲到说你以前的同事讲觉得你不务正业 其实在那个社会环境当中 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跟搞钱没有关系的 都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 对对大家评价一个人也是你更有钱你在中国就意味着你更成功 如果你越来越没有钱了那你在中国就是越来越失败的一个定义 怎么说呢每个人其实对人生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加拿大让我最满意的一点就是 它能够允许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存在 而且允许各种不同的lifestyle在这里 等到你settle down了之后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做你热爱的这个视野 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在加拿大生活越来越开心 我们不说越来越有钱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在精神方面我们会有让自己更聪明一些 然后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OK那今天非常感谢Ross然后跟我连线 我们聊了这么多 所有最好的祝福都送给你 也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 谢谢 好吧 谢谢Boris 回头我把你的联系方式放在这个视频底下 然后如果在国内的朋友有谁愿意去领养那些流浪动物 欢迎他们跟你联系 好的 好的拜拜 拜拜 拜拜